九欲见帝 第4551章 追入纪元海 作者 邵宇 尤其是上一次楚风眠从十方天界纪元回到先帝纪元的时候 更是遭遇到了九头羽蛇 万木峰 这更是令楚风眠对于纪元海充满着好奇 楚风眠的身形悄然之间 跟随着金龙公子的方向飞去 而几乎是同一时间 楚风眠也注意到了 又有其他的舞者 穿越了金币 有其他先帝纪元的舞者 离开了先帝纪元 进入到了这纪元海之中 能够猜到了这神兽秘藏 藏在纪元海之中的 可不只是楚风眠 毕竟那些万龙之国的龙族 不可能是真的凭空消失 凭借着蛛丝马迹 寻找到这里来 也并不奇怪 再加上这一次前来争夺神兽秘藏的 可没有任何一位弱者 楚风眠也不觉得 只有他一个人猜到了这一点 果然那几道身影 在进入到了纪元海之中 都是面露喜色 显然也是注意到了 万龙之国龙族的所在 一道道顿光追了上去 对于楚风眠而言 其实除了先帝纪元 跟十方天界纪元之间的区域外 这纪元海中剩下的区域 楚风眠也都是第一次踏足 楚风眠谨慎地打量着周围 不过这纪元海中的区域 似乎都是一模一样的景色 乱流 漩涡 风暴 除此之外 看不见任何的东西 在这纪元海之中 似乎除了一个个纪元之外 都是如此 不过楚风眠所踏足过的区域 只是纪元海很小的一部分 他也不敢确定 这纪元海的其他地方 是否是另有乾坤 楚风眠就这样小心谨慎地 一路更随着金龙公子所走过的轨迹 只要是他一直跟着金龙公子 就迟早可以达到神兽密藏的所在 楚风眠甚至隐隐约约 都可以看到前方的一道道身影 这些正是来自于万龙之国的龙族 这些龙族 几乎无一例外 都是万龙之国中的精英 不是来自于各个龙族的绝世天才 便是各个龙族之中的太上长老 甚至是一些龙族内不出世的老族 楚风眠也不敢靠得太近 那天龙之主一直没有现身 但是楚风眠知道 天龙之主肯定就在这些龙族的附近 毕竟这一次做出开启 是神兽密藏决定的 就是天龙之主 再加上对于神兽密藏之中的宝藏 天龙之主肯定是势在必得 楚风眠也担心引起这天龙之主的注意 楚风眠在后山之中 竟然是被那西向先帝识破了身份之后 楚风眠也是明白 他以神道密树掩盖气息 并非是无法看破的 尤其像是天龙之主 这样活着的老古董 更是不可能有着多少的抵御 楚风眠只是遥遥地 看到那些龙族的顿光 便是没有在靠近 这样的跟随 足足是耗费了五日的时间 在这五日时间 那些龙族也都是没有任何的休息 一直都是全力催动顿光赶路 而楚风眠则是一路跟随在后 同时这五日的时间 楚风眠也是注意到了 同样也有其他的舞者 跟楚风眠一样 在跟随这些万龙之国的龙族 除去楚风眠之外 一共还有着六道身影 不过这六道身影的实力 无一例外都是极其强横 再加上他们特意掩盖身形 令楚风眠都是难以探查出 这些人的身份 只有其中一人的气息 楚风眠感觉到无比熟悉 正是在之前在废墟界之中 出手过的青刀圣族 至于其他五人的身份 楚风眠也无从知晓 不过无一例外 这五人都是有着话道之境的实力 看来的确有其他人 也察觉到了 这万龙之国 这些龙族的去向 选择离开了先帝纪元 进入了纪元海 算上楚风眠 一共七人 这个数字 可是要比起在废墟界外的时候 少得多了 毕竟并非是所有人都能够猜到 这些龙族的去向 更何况 对于先帝纪元的许多武者而言 纪元海 乃是他们从未踏足过的区域 甚至是许多九阶先帝 都从未离开过先帝纪元 毕竟在许多人的认知之中 先帝纪元 便是唯一的世界 至于先帝纪元之外的纪元海 则是一处神秘又充满着危险之地 所以 就算是对于一些九阶先帝而言 他们也不会贸然前去 一处危险之地 所以 也许他们猜到了这些万龙之国的龙族 是离开了先帝纪元 前往了纪元海 但是也没有动身再度追上 楚风眠若非是 曾经离开过先帝纪元 进入过纪元海 他也不会如此果断地 再度进入纪元海 对于其他的舞者而言 同样如此 不过虽然楚风眠的对手便少了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 这楚风眠这一次 想要抢夺神兽秘藏 变得轻松了 既然是明知道这神兽秘藏 可能是 藏在纪元海之中 但是还毫不犹豫前来的舞者 无一例外 都是对于实力无比自信的舞者 这样的存在 放在先帝纪元之中 都是站在了顶点的人物 这剩下的六人 没有任何一位弱者 对于楚风眠而言 都是强敌 论起境界 也许楚风眠 乃是这些人之中最低的一位 但是真正战斗起来 论起实力 楚风眠也丝毫不差 更何况楚风眠相信 他身上的先天神兽血脉 在争夺这神兽秘藏的时候 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样的跟随 一共是过去了足足十日的时间 楚风眠依然是冷静地跟随着 没有任何的不耐烦神色 楚风眠隐藏着身形 在这无尽虚无之中穿行着 突然间 楚风眠感觉到了一股力量 在他的身边浮现 这是 天地法则 楚风眠敏锐地感觉到 这力量 正是天地法则的力量 这本该是属于纪元的力量才对 像是纪元海之中所存在的 都是一股乱流混乱的力量 根本是不成天地法则 难道 这附近隐藏着一个纪元 楚风眠目光一鸣 这天地法则的力量 似乎就是从前方传递出来的 这个方向 正是那些万龙之国的龙族 前往的方向 这也是令楚风眠全神贯注起来 这种变化 极有可能是预示着 已经是接近了 神兽密藏的所藏之地了 本章完 九玉见地 第四千五百五十二章 一片虚空 作者 邵宇 而就在楚风眠观察的时候 他却是注意到了 那些万龙治国的龙族 却是突然进入到了一片虚空之中 在他们的身影 进入到了这一片虚空的一刻 这些龙族的身影 纷纷消失 这是 楚风眠的目光也是不由的 看向这一片虚空 他一眼就看见到了 眼前的这一片虚空 跟这纪元海之中的大部分景象 都是完全不同的 其中最为明显的 便是这一片虚空 竟然是蕴含着天地法则的力量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真正的纪元一样 但是楚风眠却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 金币的存在 对于一个纪元而言 金币便是一个纪元的边界 也是一个纪元的保护壳 任何一个纪元的外圈 都会有着金币的存在 而眼前这一片虚空 却正是跟纪元海连接在一起 若非是靠近 根本是无法察觉出 这一片虚空的力量 跟纪元海有着任何的区别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 楚风眠也是满脑子疑惑 他对于纪元海的了解 也是无比浅薄 不过看起来 这些龙族的目的地 似乎正是这一片虚空 只见这一尊尊来自于万龙之国的龙族舞者 都是纷纷变化为自己本体的样子 向着虚空的深处飞去 楚风眠目光一宁 他也是很快跟随了上去 很快随着楚风眠 进入到了这一片虚空之中 他对于这虚空之中力量的感知 也变得更加的清晰 天地法则的力量 在这虚空之中 的确是存在着天地法则的力量 而且 这天地法则的力量 显然是 超越了大千世界的力量 这是属于一个纪元的力量 这一片虚空 看起来曾经应该就是一个真正的纪元 不过在进入到了这一场虚空中后 楚风眠也是 敏锐地发现了 这一片虚空中的天地法则 竟然是有着残破的迹象 这一片虚空 应该曾经是一个真正的纪元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而被毁灭的一个纪元 最终残留的力量 跟着纪元海之中的力量交融 化为了这样一片虚空 一个曾经被毁灭的纪元 楚风眠都是目光无比凝重 一个纪元的力量 到底是多么恐怖 楚风眠都无法想象 毁灭一个纪元 在楚风眠的眼中 其实是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 像是所谓的纪元破灭大劫 其实本质上 乃是那一个纪元的自我蜕变行为 所谓的毁灭 只是毁灭这一个纪元之中的生灵 而纪元的本身却是依然存在的 很快这一个纪元 便是足以再度蜕变 化为下一个纪元 像是荒谷纪元 跟先帝纪元之间的变化 便是属于如此 而楚风眠现在面前的这一片虚无 乃是一个纪元 被彻底毁灭之后 残留的力量 毁灭一个纪元 就算是一位主宰 也无法做到的事情 一个纪元的力量 更是大千世界的千倍 这是楚风眠都无法想象的一种力量了 所以他 根本是无法想到 如何才可能让一个纪元彻底毁灭 这并非是人力可以做到的事情 这里 乃是古权纪元 而就在楚风眠 还在观察这一片虚无的一刻 他却是突然从那金龙公子那边 听到了一尊老者的声音 这开口的 乃是属于金龙一族之中 极其古老的一位老祖 属于曾经万龙之国的一位无敌强者 曾经跟随过始祖天龙的一位无敌老祖 这一片虚无 对于万龙之国的诸多龙族而言 都是神秘莫测的存在 所以 在看到金龙一族众人的疑惑之后 这一位老祖 也是开口了 古权纪元 只是这个纪元 最后的一个名字 也是这个纪元更迭之中的最后一个纪元 古权纪元后 这一个纪元的力量彻底耗尽 所以彻底毁灭 化为了这样一片虚无 后来这一片虚无 被藤蛇所发现 所以后来被金银 成为了神兽秘藏 整个神兽秘藏 就藏于这一片虚无之中 而想要打开这神兽秘藏的入口 就在这虚无的最深处 此地的虚空之中 蕴含着先祖的力量 你们若是可以参悟出其中的一丝玄妙 对于你们的实力都有着大用 那位仙祖平静地开口道 楚风眠也是通过金龙公子 听着那位老祖的话 他的眼神也是无比震惊 这样的密文 就连楚风眠都从未了解过的 看来这万龙之国 的确是得到了 关于那六尊先天神兽的许多东西 才会知晓 这一处虚空的存在 而且这神兽秘藏 竟然也就在这一处虚空之中 看来这一片虚空 就是这一次万龙之国 诸多龙族的目的地了 其实不用那金龙异族的老祖开口 其实楚风眠也已经是猜到了 神兽秘藏 就在这一片虚空之中了 因为随着楚风眠 进入到了这一片虚空之中 他已经是清晰地感觉到了 那六尊先天神兽的力量 藤蛇 神像 穷奇 白虎 黎皇 碧暗 这曾经联手布置出 神兽秘藏的六尊先天神兽 楚风眠都曾经在得到过 他们的机缘 凝聚出了这六道先天神兽血脉 所以对于这六尊先天神兽的力量 楚风眠乃是无比熟悉 他在进入到了这虚空之中 就已经是明锐地感觉到了 这六尊先天神兽的力量 这就足以确定 神兽秘藏 就在这一片虚空之中了 那金龙一族老祖的话 更是坚定了楚风眠的猜测 在这游离的力量之中 楚风眠甚至是一点点 都是感觉到 他隐隐约约 已经可以掌控这一片虚空的一部分力量来 甚至是神兽秘藏的真正藏身之地 楚风眠的心中 也是已经隐隐约约 有了猜想了 不过楚风眠却是没有轻举妄动 想要打开这神兽秘藏 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更何况 现在明面上有着万龙之国 暗地里 还存在着数位先帝纪元的巨头强者 都是对于神兽秘藏 无比虎视眈眈 楚风眠可不想要做这个出头鸟 到时候引得两方夹击 反倒是自身难保 本章完 第4553章 毁灭的纪元 作者 邵宇 更何况楚风眠现在 对于那一位金龙一族老祖口中的密文 也是无比感兴趣 古权纪元 一个纪元最后的名字 失去力量 彻底毁灭的一个纪元 楚风眠仔细思考 这那金龙一族老祖的话 一个纪元 在楚风眠的想象中 应该是永存不灭的存在 所谓的纪元更迭 也只是纪元的一些变化 但是纪元的本身 却是会一直存在着 就像是从荒谷纪元 变化为先帝纪元 虽然经历了纪元更迭 但是那一个纪元 却是依然存在的 纪元的本身 是不会改变的 毕竟一个纪元的力量 实在是太过庞大了 在这样的力量面前 就算是一位主宰的力量 也无比渺小 所谓的主宰之力 对于一个大千世界 还有所影响 但是对于一个纪元而言 这样的力量 不过是沧海一粟 就像是万界 圣唐 纪元会这三纪元势力 算是一个纪元之中 超然是存在 但是它们最多 却只能够是影响到 纪元更迭 在纪元破灭大劫之下自保 仅此而已 因为一个纪元的力量 实在是太庞大了 这也是 令楚风眠都无法想象 一个纪元竟然会毁灭 但是如今 在这金龙老祖之口 楚风眠却是确信了 他面前的这一片虚空 竟然真的是一个 被毁灭的纪元 而如此强大的纪元 不可能是被外力所毁灭 他真正毁灭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自身 因为力量耗尽 而毁灭 楚风眠眉头紧锁 他想要通过金龙公子 再度从那金龙老祖的口中 听闻一些密文 但是那金龙老祖 却只是简简单单地解释了一下 便是没有再继续开口了 要不是他就知道这么多 要不就是牵扯一些古老的隐秘 金龙老祖也不愿意再继续说下去 这令楚风眠稍稍失望的同时 也是令楚风眠对于这一片虚空 有着更大的好奇 因为这一片虚空之中 甚至是蕴含着天地法则的力量 此地的空间 却是要比起外界 比起纪元海之中 要稳定得多 楚风眠在其中掩盖身形 却是近乎天衣无缝 尤其是楚风眠 更是可以调动这一片虚空之中 所蕴含着那六尊先天神兽的力量 一同掩盖身上的力量 这种隐藏的能力 比起楚风眠在外界 在先帝纪元之中 都要厉害得多 他尝试去靠近万龙之国的队伍 却是依然没有人察觉到 楚风眠的存在 这令楚风眠心中大喜 这一点 果然也是跟楚风眠所猜测的一样 这神兽密藏 既然是来自于藤蛇 神像 穷奇 白虎 黎黄 碧暗这六尊先天神兽 而楚风眠 现在凝聚出了这六尊藤蛇 神像 穷奇 白虎 黎黄 碧暗的血脉 肯定会在争夺神兽密藏的时候 派上大用场 没想到 刚刚进入到了这一片虚空之中 这用场就已经派上了 有着如此手段隐藏气息 楚风眠也不再担心它 被人察觉到了 只见楚风眠先是靠近了万龙之国的队伍之中 这些万龙之国的龙族舞者 可都没有隐藏身上的气息 刚刚靠近 楚风眠便是就感觉到了数道强横的气息 画到知境的顶级强者 在这万龙之国中 竟然是存在这族族两位之多 这两位的气息 应该是来自于天龙一族 跟金龙一族的两位老祖 先前开口的那位金龙老祖 便是其中一位 至于剩下的画骨之境 画须之境的九阶先帝 更是有着十几位之多 像是现在天龙一族 金龙一族 神龙一族的族长 乃至一些太上长老 老祖等等 这样的实力 显然万龙之国 要比起古裕巫族残存的力量 还要更加强大 楚风眠都没有想到 这万龙之国 竟然还隐藏着如此庞大的力量 这样的势力 比起曾经全胜之时的万龙之国 都已经是相差不远了 若非是楚风眠这一次前来 他都没有想到 万龙之国 竟然是成长到了如此地步 尤其是 现在这万龙之国的第一强者 那天龙之主 化为献身 若是加上这天龙之主 现在万龙之国中 竟然是存在这足足三位 化道之境的顶级强者 甚至是 还有这一位 站在化道之境顶点的天龙之主 拥有这如此实力 也怪不得这一次万龙之国 竟然是敢如此大摇大摆地 选择要争夺神兽秘藏 甚至是 已经将神兽秘藏 视为囊中之物 在先帝纪元之中 万龙之国的势力 虽然不如 圣域联盟跟万界 但是就跟楚风眠 现在的处境一样 不管是圣域联盟 还是万界 现在都是将大部分的力量 投入到圣域战争之上去 可以调动的力量 并不算多 更何况 万龙之国跟圣唐 还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如此一来 的确没有任何一方势力 是这万龙之国的对手 再加上这万龙之国 先得到了神兽秘藏的坐标 已经是提前做好了准备 这一次争夺神兽秘藏 万龙之国成功的几率 的确最大 甚至是有着五成以上 当然 楚风眠可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万龙之国如愿的 现在万龙之国的实力 就如此恐怖了 若是让万龙之国 再得到神兽秘藏 实力大增 那还得了 楚风眠目光一宁 在这争夺神兽秘藏的战斗之中 楚风眠所可以凭借的最大优势 就是他身上的先天神兽血脉之力 楚风眠必须是要将其好好利用 在探查了这万龙之国的情报后 楚风眠身形也是很快离开 他也是担心被其他人所察觉到 下一刻 楚风眠的身形 再度向着不远处的一道身影飞去 这也是一位一路跟踪上来的先帝纪元强者 这些强者都是话道之境的顶级强者 再加上他们也是隐藏气息 不靠近楚风眠也根本是无法探查出他们的身份来 之前楚风眠也是担心贸然招惹到这些人 所以不敢靠近 但是如今有着六大先天神兽血脉的掩护 楚风眠悄悄靠近过去 很快 这一道身影的样子 便是被楚风眠看在眼中 本章完 九玉见地 第4554章 幽聚神童 作者 邵宇 这是一名中年男子 他的长相普通 但是他的目光却是冰冷到了极点 令人看到 都是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这种目光 使得许多舞者 只怕都不敢轻易靠近此人 而且 这目光不只是令人胆寒 更是令人不由的 会心生巨异 甚至是楚风眠 在看到这目光的一刻 心中都是忍不住心生巨异 要知道 楚风眠可是见到过无数的强者 就算是画道之境的顶级强者 楚风眠也都曾经斩杀过的 就算是在面对一位主宰的时候 楚风眠都不会心生任何的巨异才对 更何况 楚风眠的道心无比坚稳 恐惧这种事 对于楚风眠而言 几乎不会存在 更何况 楚风眠甚至是都没有跟此人交手 仅仅只是 看向他的目光 都会令楚风眠产生巨异 这种感觉 楚风眠目光一宁 很快便是驱散了心中的巨异 而他也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这巨异的来源 竟然就是这位中年男子的眼睛 这是幽巨神童 楚风眠刹那之间 便是明白了这巨异的来源 这种巨异 只有可能是因为这中年男子 那一双特殊的眼睛 幽巨神童 乃是先帝纪元古老记载之中 所流传的一双特殊双眼 拥有这一双眼睛的舞者 不管是实力多么强大 道心多么坚稳的舞者 与之四目相对 都会不由自主地心生俱异 甚至是一些道心不稳的舞者 甚至是在面对这幽巨神童的时候 都有可能未占仙妾 甚至是选择惧怕逃走 这样的例子 在古籍之中 楚风眠也曾经看到过 这就是这幽巨神童的特殊能力 但是令楚风眠没有想到 这传闻之中的幽巨神童 竟然真的存在 本来单单是看古籍 楚风眠都是认为 这古籍之中记载的幽巨神童 实在是有些太过奇异了 就算是以楚风眠现在的实力 他都难以视以古籍之中的记载 来真正想象出 这幽巨神童的玄妙 但是现在楚风眠终于一见 亲眼所见 甚至都还没有四目相对 以楚风眠的道心 竟然也是不由自主地 受到了这幽巨神童的影响 这幽巨神童的能力 跟古籍之中记载的 一模一样 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先帝纪元 果然是卧虎藏龙 楚风眠喃喃自语一声 而凭借这一双眼睛 他也是认出了此人的身份来了 幽巨先帝 这幽巨之名 便是源自于他的双眼 源自于这幽巨神童 因为圣域战争爆发 这整个先帝纪元 都被波及到了 因此 像是先帝纪元之中 本来隐藏 闭关前修的一些武者 也都是被圣域战争所波及到 最终忍不住的现身出世了 这幽巨先帝 便是其中之一 他不属于这万界天九域大军 也不属于圣域联盟 算是一位独行的强者 他只是出现在一些主战场之中 夺取过一些宝物 所以 威名不算很大 但是凭借 这他那一双幽巨神童 却是令人很容易的 便是记住了幽巨神童的存在 而楚风眠 现在通过古域巫族 以及剑道门那边的情报网 几乎是得到了 现在整个先帝纪元之中 所有强者的资料 所以凭借这幽巨神童 他也是一眼认出了 这幽巨神童的身份 这幽巨先帝的实力绝对不弱 尤其是这一双幽巨神童 更是令楚风眠 都是觉得无比忌惮 不过好在楚风眠 现在利用这六大先天神兽血脉的力量 掩盖气息 探查出了这幽巨先帝的身份来 不然的话 若是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楚风眠一旦是面对上这幽巨先帝 面对上这幽巨神童 只怕是要吃一个大亏 在弄清楚了这幽巨先帝的身份后 楚风眠也是毫不停留 他的身形 再度向着另外一道顿光的方向飞了过去 楚风眠现在正是要凭借这上好的机会 来弄清楚 这一次前来争夺神兽密藏强者的身份 最好是找到他们的弱点 楚风眠才可以在接下来的争斗之中 占据优势 这神兽密藏 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到 因此 这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楚风眠潜在的敌人 神肖武帝 这第三人的身份 也被楚风眠掩认了出来 这是一位精壮的中年人 在他的身上 一直是笼罩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武道 仿佛此人便是武道的化身 这便是神肖武帝 传闻之中 此人得到了五支纪元的传承 纪元会七殿之一的武殿 也是得到了五支纪元的传承 相传这神肖武帝 曾经便是纪元会舞殿中的 一位古老存在 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竟然是选择判出了纪元会 不过他也没有加入万界 而是独立行驶 对于这神肖武帝 楚风眠也并不陌生 毕竟他身上的那一股武道 实在是太容易辨认了 而第四人的身份 楚风眠却是认不出来 不过从他身上的衣着来看 这乃是属于纪元会之中的 一位太使者 只是并非是曾经跟楚风眠过的 那两位太使者 纪元会之中的太使者数量众多 而且这些太使者的身份 都无比神秘 所以 楚风眠凭借他的情报网 都无法认出 此人到底是谁 只是他的背后 背着一把漆黑的长枪 所以被楚风眠称为 黑枪太使者 而那第五位舞者 却是一尊浑身被黑袍笼罩的身影 就算是楚风眠靠近过去 都依然是无法察觉出 这第五位舞者 一丝一毫的气息 甚至是 就连此人是男是女 楚风眠都无法判断 全身被掩盖住 仿佛是早就发现 被人窥探了一样 这令楚风眠 都是眉头一皱 画到之镜的顶级强者 已经是很少有人 会这样的隐藏自身了 毕竟能够踏入如此境界的 无一例外 都是来自于各方的巨头 他们的实力 气息 都不算是秘密 一旦是出手 必定是会暴露身份 所以 隐藏得再好 意义也并不大 楚风眠探查了一番 却是依然无法找到 这黑袍人任何的蛛丝马迹 他也只能够是 暂时将其掠过 本章完 九欲见地 第4555章 神兽密藏之地 作者 少宇 他来 要确认此人的身份 只有是等到此人出手的时候了 这样的机会并不难等 一旦是到了神兽密藏 必然会爆发一场大战 现在的平静 只是暂时的 所有人都是在积蓄这力量 等到神兽密藏出世的一刻 都会以雷霆之士出手 来争夺这神兽密藏 就算是看起来毫无防备的 万龙之国的那些龙族 楚风眠也是明白 他们肯定也是已经察觉到了 楚风眠等人的所在 只怕是在这一路上 已经是提前做好了布置 尤其是那一直都没有现身的天龙之主 也是令楚风眠心中忌惮不已 接下来 便是最后一位了 其中五人的身份楚风眠 都已经是探查一遍了 这一次离开先帝纪元 继续追逐而上的 其实算上楚风眠 只有七人 除了那位黑袍人的身份 楚风眠根本是察觉不出来 其他的四人 楚风眠都已经是弄清楚 他们的身份来 所剩下的 只有最后一人 楚风眠的身形靠近了过去 顿时一股熟悉的气息 被楚风眠察觉到了 此人的力量 楚风眠竟然是无比熟悉 他都仿佛在哪里见到过 楚风眠探查过去 双眼所见便是一片金光 在此人的顿光之内 竟然都是被金光所笼罩 这种金光 跟这种熟悉的力量 让楚风眠一眼认出了此人的身份 这人竟然是金圣祖 曾经在九华天之中 楚风眠所见到过的 那万劫之中的大人物 那血红色果实 就是这金圣祖 下令种植收集的 楚风眠倒是也没有想到 这么快 他就再次遇到了这金圣祖 而且 这一次这金圣祖 竟然也是 前来争夺神兽密藏了 成为楚风眠的对手之一 在认出了这金圣祖的身份后 楚风眠也是眉头紧锁 这金圣祖 可是一位绝对的强敌 楚风眠之前 虽然没有跟他交手过 但是 从这金圣祖的力量 竟然是足以影响九华天的天地 就已经是足以证明 这金圣祖力量的强横了 在化道之境的顶级强者之中 这金圣祖 也绝对是其中无比强横的一位 这绝对是一位强敌 其实不只是这金圣祖 那拥有幽惧神童的幽惧先帝 那黑枪太使者 神骁武帝 青刀圣祖 可没有任何一位弱者 只有那位黑袍人 楚风眠弄不清楚他的身份 但是敢于冒险进入纪元海 前来争夺神兽密藏的 也绝对不会是一位弱者 再加上万龙之国那边 足足三位化道之境的顶级强者 甚至包括一位传说中的古老存在 天龙之主 要争夺神兽密藏 绝对是要爆发数场大战 不过楚风眠现在也是毫无巨异 他的眼神之中充斥的 只有战役 就算是面对这些人 楚风眠对于那神兽密藏 依然是有着弊态之心 那些万龙之国的舞者 突然有动作了 就在楚风眠打量的时候 他却是注意到了万龙之国的队伍 停了下来 这里已经是位于这一片虚空的中心了 楚风眠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了 神兽密藏的入口 就在这里 六大先天神兽的力量 已经是充满在这周围的空间之中 这种力量 也是不由自主地涌入到了 楚风眠的身躯之中 这令楚风眠 都是有着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这还是楚风眠压制着自己的力量 若是他的力量彻底爆发 甚至是足以将这周围空间中 六大先天神兽的力量 完全吞噬 但是如此一来 弄起来的动静太大了 很有可能 楚风眠便是会被群起攻之 这是楚风眠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他一直是在压制着身上的力量 不再吞噬着周围先天神兽的力量 这些力量虽然不算强大 但若是整个虚空之中的先天神兽之力加起来 也是一股无比庞大的力量了 而楚风眠有着把握 可以将其全部吞噬 若是做到这一点 楚风眠的力量必将暴涨 不过这样的手段 也算是楚风眠的最后底牌 他也是准备要在争夺这神兽密藏的最后时刻在动用 而神兽密藏 楚风眠悄然之间运转着六大先天神兽的血脉之力 突然之间在他的目光之下 在这虚空尽头 一座古谱的大门出现在了楚风眠的眼中 这一座古谱大门之上 便是蕴含着六大先天神兽的力量 一道道静置笼罩在了上面 将这一座古谱大门隐藏在了这虚空之中 这一座古谱大门就是这神兽密藏的大门 楚风眠现在凭借着他身上先天神兽血脉的力量 已经是轻而易举的 便是就找到了这神兽密藏的大门 对于这一点 楚风眠已经是没有任何的意外了 毕竟在进入到了这一片虚空之中 楚风眠便是就开始时时刻刻感觉到 他身上先天神兽血脉的力量 带给楚风眠的好处了 这一切更是印证了楚风眠的猜测 这六尊先天神兽最开始留下这神兽密藏的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将其中的宝物 将机缘留给他们的血脉后代 只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些血脉后代再也没有能够前来寻找这神兽密藏 因此这神兽密藏也是一直留到了现在 后来这神兽密藏的坐标 也是不知道为何被万龙之国所找到了 现在那些万龙之国的诸多龙族 所停留的位置也正是这一扇古谱大门的前方 只是因为这一扇古谱大门隐藏在了虚空深处 所以在他们的眼中似乎是什么都没有 只有楚风眠凭借着先天神兽血脉的力量 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神兽密藏的大门 而一直跟随着万龙之国的武者 也是同时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们不由地隐居身形 围绕在了周围 隐隐约约算是将这古谱大门给围绕住了 虽然这些武者无法像是楚风眠这般 直接看到这古谱大门 但是从这些万龙之国龙族的举动 他们也是可以猜测到了一些事情了 显然这神兽密藏的入口 就在这里 无形地存在于虚空深处 本章完 九玉见地 第4556章 古谱大门 作者 少宇 这些龙族 的确是找到了这神兽密藏 不过他们虽然是得到了神兽密藏的坐标 找到了这里来 但是又如何可以打开这神兽密藏呢 楚风眠的目光不由地看向了那古谱大门 楚风眠凭借先天神兽血脉 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扇古谱大门 同时 他也是一眼就可以看出 这一扇古谱大门之上 所存在着诸多静止 这些静止的威力 远远超出楚风眠的想象 这里是每一道静止 都比起一位化道之境九阶先帝的力量 都丝毫不弱 甚至是更强 单单是这一扇古谱大门之上的一道静止 一位化道之境九阶先帝的权力之下 都未必可以将其打破 更何况这样的静止 在这一扇古谱大门之上 并不只有一道 而是足足有着六道之多 这样的静止 就算是数位化道之境的顶级强者联手 都未必能够将其打破 现在万龙之国中 也不过只有三位化道之境的龙族强者 而若是无法打破这静止 就无法打开 这进入神兽密藏的大门 有着这样的静止存在 想要强行打开这神兽密藏的大门 几乎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这样的静止 除非是有则一位主宰清灵 不然的话 根本是无法被强行打开的 就算是万龙之国的巅峰阵法 万龙大阵 也是如此 楚风眠自己也暗自计算过 就算是他真正施展权力 甚至是将陆血魔剑的力量 都给彻底爆发 最多也就是 对抗着古破大门之上的三道静止 这样的力量 便是楚风眠现在的极限了 而论起攻击力 楚风眠自认为在化道之境的顶级强者之中 楚风眠都绝对不算一位弱者 甚至都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就连楚风眠都没有把握 可以击溃第四道静止 更何况是其他人 而且这些静止的力量 每多一道 也就越是棘手 所以楚风眠相信 在这个主宰无法出世的时代之中 这古谱大门之上的静止 近乎是无敌的存在 根本不可能被打破 看着这古谱大门之上静止的力量 楚风眠才是第一次感觉到 他对于先天神兽的实力估计 还是错误了 要知道先天神兽 可是来自于上一个纪元中的强者 距离现在 可是有着一个纪元的时间 一个纪元的时间 足以是将一切的力量都给磨灭 除非是主宰之力 才可以永恒不灭 但是现在这经历了一个纪元的时间 这静止之上的力量 依然是如此强横 楚风眠之前猜测 先天神兽的力量 应该也就是 比起楚风眠现在的层次 在高上一筹 相当于剑阁之主 混沌圣皇的层次 可如今看到这静止的力量后 楚风眠却是发现他错了 这样的力量 显然是已经超越了化道之境的层次 这样的力量 只怕是无限接近于主宰了 而从古籍的记载之中 楚风眠也看到过 先天神兽激战主宰的记录 这些先天神兽 是因为荒谷纪元的气韵而生 身为纪元之子 实力一个个的确强横到了极点 就连他们现在留下的静止 已经是经历了一个纪元的时间 力量逐渐被磨灭的静止 还依然是拥有 这令化道之境的九阶先帝 都难以对抗的力量 就已经足以证明 这些先天神兽 曾经的强横了 可如此强横的存在 却依然是都陨落了 荒谷纪元之中的先天神兽 无一例外 全部陨落 没有任何一尊 活到了先帝纪元之中 以那些先天神兽的实力 在还未积蓄力量爆发的 虚无破灭大劫之中 他们是不可能陨落的 大劫的力量 根本是不足以毁灭他们 可他们依然是陨落了 而且他们的陨落 甚至是被强者所猎杀 曾经在千里石龙之中 楚风眠就得到过一段 关于万龙之国的记忆 那记载的 便是万龙之国的毁灭 先天神兽的力量 虽然强大 但是依然不够 楚风眠默念一声 不管是先天神兽 还是剑道之主 都是没有逃过陨落的下场 而楚风眠 想要避免这后尘 唯一的办法 便是超越他们 在他们之上的存在 便是主宰 纵然是楚风眠 无法踏入主宰境界 他也必须是要达到 跟主宰一个层次的实力才行 哼 就在楚风眠还在思考之际 那些万龙之国的龙族 却是已经动手了 他们围绕在了 这古谱大门的周围 突然拿出了 一片片巨大的灵片来 这灵片之上的力量 楚风眠无比熟悉 正是源自于藤蛇的力量 一枚枚灵片组合在一起 轰然化为了一道古老的文字 这文字打出的一刻 只见一尊虚影 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这虚影逐渐凝聚 正是化为了一扇古谱大门的模样 这些万龙之国的龙族 果然也是掌握了 打开神兽秘藏的方法 毕竟想要强行打破 这古谱大门之上的禁止 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而神兽秘藏 既然身为一座宝藏 本身便是为后人而留的 所以 自然是有着打开的方法 而现在看来 这个方法 万龙之国的确已经得到了 这神兽秘藏 是由藤蛇 神像 穷奇 白虎 黎皇 碧安六位先天神兽 联手留下的 所谓的钥匙 也肯定不止神像之谷一把 这一枚枚藤蛇灵片 也正是神兽秘藏的钥匙之一 神兽秘藏出事了 这一扇大门 好强的静致 这样的力量 根本无法打破 在这一扇古朴大门浮现出的一刻 那些隐藏在周围的舞者 也终于是可以一睹 这神兽秘藏大门的真容了 但是他们也是无不被这古朴大门之上的力量所震撼 这古朴大门之上的一道道静致 所散发出来的力量 对于这些舞者而言 无异于是在面对一位真正化道之境的强者一样 堪称是他们所见到过的最为强大的静致 而这样的静致 在这一扇古朴大门之上 却是有着足足六道之多 本章完 九欲见地 第4557章 神兽秘藏现世 作者 邵宇 这样的数量 足以示令所有人绝望 这是绝对无法强行打破的静致 竟然还有如此静致 这要如何进入其中 任由是谁都明白 在这古朴大门的背后 就是神兽秘藏 就是蕴含着无数宝藏的藏宝之地 但是 在这些静致的阻拦之下 没有任何一人敢试图闯入到这古朴大门之内 谁敢闯入其中 谁都必定是会被静致的力量所轰杀 甚至是就连靠近 都无人敢 毕竟谁也不敢确定 这些静致会不会主动发起攻击 一旦是这些静致主动发起进攻 在场的任何人 都难以承受住 这六道静致力量的轰击 轻则重伤 重则有着直接肉身被轰杀的风险 这样的危险下 自然是无人胆敢随意靠近 所有武者都是 没有敢贸然靠近这古朴大门 而是远离在一个安全距离之外 就算是这一扇古朴大门 现在都已经是缓缓开启了 也是一样 只见在众人的目光之下 这一扇古朴大门 却是缓缓开启 随着古朴大门的开启 一股股纯粹的太初之力 从这古朴大门之内流淌出来 太初之力 这种力量 对于大部分的武者而言 乃是根本接触不到的力量 他们甚至是 就连这太初之力都感觉不到 但是这种力量 对于一位九阶先帝而言 就不算陌生了 九阶先帝都是有着接触 甚至是利用太初之力的能力了 而像是三纪元势力之中 更是存在 这可以掌握太初之力的秘书 像是一些高阶先帝参悟之后 这些秘书之后 都可以掌握太初之力的能力 所以就在这古朴大门打开的一瞬间 所有的目光 便是聚集在了这古朴大门之上 一鸣鸣武者 都是目光瞪大 想要看向这古朴大门之中 一探古朴大门中的宝物 但是不管是任何武者的视线 还是灵时都无法看到 这古朴大门之内的景象 只是可以通过这散发出来的太初之力明白 在这古朴大门之内 必然是存在这大量的机缘质保 这样的太初之力 只有可能是因为大量的机缘质保而出现的 这令在场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都是不由自主地露出几分贪婪之色 先天神兽 可都是诞生自荒谷纪元之初 在荒谷纪元刚刚开辟诞生之时 便是诞生出的强横存在 可以说在荒谷时代之中 先天神兽 一直都是其中最为强横的存在之一 尤其是在荒谷纪元的混沌时代 在那个诞生出了无数纪元质保的时代之中 先天神兽 更是其中毫无悬念的霸主 因此 这些先天神兽一个个 可都是积攒了大量的宝物 而如今随着这打开的神兽密藏大门 从其中喷涌而出的太初之力 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这六尊先天神兽所掠夺积攒的大量纪元质保 只怕都是在这神兽密藏之中 纪元质保 可是对于一位九阶先帝 都有着用处的宝物 尤其是纪元质保中的一切极品 甚至是有可能对于一位化道之境的九阶先帝而言 都有着提升实力的可能 以这六尊先天神兽强横的实力 可以入他们的眼 被放入这神兽密藏之中的宝物 绝无凡品 若不是忌惮于 这神兽密藏古朴大门之上 强横尽致 在场的武者 只怕都忍不住想要冲入到这神兽密藏之中 大肆掠夺一番了 就连楚风眠 他的目光之中 都是忍不住地露出了激动的神色 太初之力 这正是楚风眠现在最需要之物 尤其是一件件纪元质保 便是无数纯粹太初之力所化 楚风眠想要修行混沌秘点 必须是需要吞噬大量的太初之力 楚风眠现在的混沌秘点 依然只是第八层 还没有达到第九层 就是因为缺少太初之力 而想要获取大量太初之力的方法 本来对于楚风眠而言 只有一个 那就是以食之药的力量 去打开时间之门 让吞噬其中的太初之力 但是如此做却也需要大量的血气 来血迹先兵 虽然楚风眠从九华天之中 他也是掠夺了大量的血红色果实 但是按照楚风眠的顾忌 这些血气依然不够 所以 楚风眠只能够是暂时一边搜集血精石 一边积攒着 除了打开时间之门 吞噬这时间长河中的太初之力 另外一个办法 便是得到纪元质保 这些纪元质保 都是最为纯粹太初之力的凝聚 楚风眠曾经便是在太初之地中 得到了大量的纪元质保 因此 他一举将他的肉身 将那十二万九千六百枚不朽晶体 全部转化为了墨浴晶体 楚风眠不是没有想过 寻找大量的纪元质保 以此获得太初之力 但是这样的办法 在外界却是行不通的 在先帝纪元之中 任何一件纪元质保 都会引来无数人的争夺 而楚风眠想要获取的 却是大量的纪元质保 才可以满足楚风眠 对于太初之力的需求 因此 楚风眠只能够是慢慢搜集血精石 除此之外 似乎是别无他法 可以获得大量的太初之力 来冲击混沌秘点的第九层 但是这神兽密藏之中 从其中涌出的太初之力 就足以看得出来 其中必然是拥有 这大量的纪元质保 这也就意味着 一旦是楚风眠 可以得到这神兽密藏 他都有着机会 直接利用其中的纪元质保 来一举将混沌秘点 参悟到第九层 这对于现在无比渴望力量的楚风眠而言 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 所以他的目光 也是在死死地盯着那一扇古谱大门 楚风眠也是在寻找着 如何可以避开那古谱大门之上的禁止 进入这神兽密藏的办法 说是避开 那是因为楚风眠也明白 想要打破这一扇古谱大门之上的禁止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一旦硬闯 对于所有人而言 都是自寻死路一样的行为 在场的最强者 应该当属于那还未现身的天龙之主 但是这六道禁止的力量 就算是天龙之主亲自出手 也不可能将其完全打破 本章完 九玉见地 第4558章 进入密藏的方法 作者 少羽 这六道禁止的力量 就算是天龙之主 也未必可以将其打破 更大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不管是谁 任何一位舞者 一旦是强行攻打这古谱大门 被禁止所伤 那么他第一时间 也会被在场的其他舞者直接斩杀 瓜分身上的宝物 痛打落水狗的道理 任何人都懂得 所有人的舞者 如今聚集在此 都是为了利益二子 可没有人会手下留情 这样的情况下 强行是绝无可能是 而楚风眠也是在思考着 既然这神兽密藏 是那六尊先天神兽 特意为了后人留下的宝藏 他们更是 特意在先帝纪元之内 留下了 这神兽密藏的坐标 已经是足以证明这一点了 所以这神兽密藏大门之上的禁止 必然是有着可以躲过去的办法 不然的话 任何人都无法得到 这神兽密藏中的宝物 而躲过这禁止的方法 楚风眠现在的心中 虽然有着一定的猜测了 但是楚风眠也不敢冒险尝试 他的目光 一直是死死地盯着那些万龙之国的龙族 这些万龙之国的龙族 既然是可以找到此地 那么他们应该也同样可能得到了 打开神兽密藏的方法 若非如此 万龙之国也不太可能会清朝出洞 将所有人的强者聚集前来 跟楚风眠所猜想的一样 只见那最先拿出藤蛇鳞片的 一名万龙之国老祖 正是那金龙老祖 却是突然大手一挥 一枚枚藤蛇鳞片 突然回到了他的身边 只见这金龙老祖 已经是变换为了本体的模样 化为了一条远古金龙 猛然冲着那古朴大门的方向 冲了过去 找死 他想要硬闯 几乎就在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汇聚在了 那金龙老祖的身上 这金龙老祖 虽然是一位化道之境的顶级强者 但是他的实力 在这古朴大门之上的六道禁制面前 依然不算什么 他的实力 最多也就是对抗其中的两道禁制 所以这金龙老祖 一旦是想要硬闯 进入到了这古朴大门之中 几乎是送死一样的行为 不过所有人也不敢大意 都是死死地盯着那金龙老祖 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 这金龙老祖 绝对不会去送死了 他现在这样做 必然是有着他的目的 就在这金龙老祖的身躯 靠近这古朴大门数百丈的一刻 这古朴大门之上的禁制 却是轰然催动了起来 察觉到了有人靠近 这六道禁制的力量 轰然爆发 这六道禁制的力量截然不同 分属于六尊先天神兽 现在却是汇聚成芒 轰然之间 便是冲着那金龙老祖 轰击了过去 以这六道禁制的力量 若是轰击在了这金龙老祖的身上 这金龙老祖 只怕是就连反抗的可能都没有 就会被轰杀当场 这也是在所有人的眼中 金龙老祖的结局 可是只见那金龙老祖 悄然之间地拿出了藤蛇鳞片 这些藤蛇鳞片的力量 隐隐约约笼罩在了金龙老祖的身边 那六道禁制的力量 却是突然就在靠近金龙老祖 身躯不到百丈的范围停了下来 就像是失去目标了一样 任由是那金龙老祖的身形 再度靠近那古谱大门 这古谱大门之上的六道禁制 也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这是 就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这金龙老祖的身躯 却是直接钻入到了这古谱大门之中 消失在了众人的面前 该死 一直是到这个时候 在场的众人才反应过来 一个个脸色难堪到了极点 这万龙之国 果然不只是得到了这神兽密藏的坐标 现在也是找到了进入神兽密藏的方法 刚刚那金龙老祖 便是依靠着藤蛇鳞片 避开了这古谱大门之上的禁制 进入到了神兽密藏之中 先天神兽的力量 只要是创造这神兽密藏的六位 先天神兽的力量 就可以避开这古谱大门之上的阵法 从那金龙老祖拿出的藤蛇鳞片 在场的所有人也都已经是猜到了 进入这神兽密藏的方法了 而那金龙老祖 只是第一位 很快又有两道身影 从这万龙之国的龙族之中腾空而起 这是两名中年男子 楚风年通过金龙公子那边传递过来的情报 也是认了出来 这其中一人是天龙一族的族长 另一位则是神龙一族的神龙老祖 这天龙族长 神龙老祖 同样也是冲着那古谱大门的方向冲了过去 他们的手中 都是紧握着另外两屋 其中那天龙族长手中握住的 乃是一束血红色的羽毛 楚风年一眼 认了出来 这乃是离黄之羽 而那神龙老祖手中所拿的 却是一块白玉一般的东西 楚风年看了一眼 也是从上面认出了白虎的力量 这是白虎之牙 这两尊龙族 所拿这两物 向着那古谱大门的方向冲了过去 那古谱大门之上的六道禁制 果然也是跟之前一样 彻底地无视了这二人 只见这天龙族长 神龙老祖的身形 也是很快冲入到了古谱大门之中 由此进入到了神兽密藏之中 这一幕 几乎是让所有人都彻底地明白 先天神兽留下之物 便是进入这神兽密藏的钥匙 我也去 先天神兽之物 我也有 哄 只见就在楚风年的身边 一道顿光 却是突然迸发而出 这出手的人 竟然是青刀圣祖 只见青刀圣祖手中所拿的 也是树莓藤蛇鳞片 先天神兽之物 在许多武者眼中 也许是难以触及的存在 但是对于青刀圣祖这个层次的武者而言 他们想要得到这些东西 并不算难 当然这些东西对于他们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这青刀圣祖手中的藤蛇鳞片 也是偶然得到 但是他也没有想到 竟然是在这一刻 突然有所作用 只见青刀圣祖手握藤蛇鳞片 自信满满地向着古谱大门的方向 冲了过去 这一次进入神兽秘藏的画道之境强者 其实只有那金龙老祖 天龙祖长 神龙老祖 只是画骨之境巅峰的龙族强者 本章完 九玉建帝 第4559章 龙族拦路 作者 少宇 虽然这青刀圣祖 一旦是冲入到了古谱大门 进入到了神兽密藏之中 也要面临以一敌三的境地 但是除了那金龙老祖 另外的两位龙族强者 青刀圣祖 还没有将其放在眼中 尤其是青刀圣祖手持 他的那一把青刀 在画道之境的顶尖强者之中 都算是一位佼佼者 所以他自然是无比自信 只要是可以冲入到 这古谱大门之中 必然是可以奋一杯羹 不好 拦住他 万龙大阵 好 一声声龙银咆哮 源源不断地响起 只见围绕在了那一座古谱大门周围的龙族 当即是一同龙银咆哮了起来 这些龙族都是汇聚在了一起 再度是布置出了那万龙大阵来 同时在这些万龙治国的龙族 布置出万龙大阵的一刻 其中的一道龙族身影 却是直接冲着那青刀圣祖的方向冲了过去 这出手之人 正是万龙治国中的另一位化道之境强者 天龙老祖 这天龙老祖的实力 跟那金龙老祖相差无几 都是化道之境的顶尖强者 也只有同为化道之境的顶尖强者 才有资格赶正面上去 去对抗那青刀圣祖 只见一尊无比巨大的远古天龙 猛然冲着青刀圣祖的方向冲了过去 巨大的龙爪 汇聚着无比强悍的力量 狠狠地轰击在了青刀圣祖的身躯之上 而就在这一刻 突然间又是一股无比强横的力量 轰然爆发了 所有人的目光 向着力量爆发的方向看了过去 却是只看到了一道金光 这一道金光将天际都笼罩 轰然将砸在了那天龙老祖的身上 只见这天龙老祖都是如遭重击 不得不连连后退 这是 金圣祖竟然也出手了 看到这一道金光的一刻 在场的众人便是一眼认出了 这出手之人的身份 只有金圣祖 只有金圣祖的力量 才是这种笼罩诸天的金色 只见这金光的力量 源源不断的倾泻而下 轰击在了那天龙老祖的身上 好 天龙老祖连连咆哮 但是他的身躯 却是在这金光的冲刷之下 根本是动弹不得 身上的力量 都被死死的镇压住了 这金圣祖 可是在化道之境的顶尖强者之中 都是一位牌的上号的存在 他一出手 便是展现出了 跟他威名相符的强横力量 一招之下 竟然是将那同为化道之境的天龙老祖 都给死死的镇压住了 这种力量 令人看到 都是感觉心惊不已 对于金圣祖的出手 众人也没有觉得任何奇怪的 金圣祖跟青刀圣祖 同为万界的圣祖 有些交情也说不定 更何况 他们二人更是有可能已经是大成了协议 一起联手 来争夺这神兽秘藏 如此一来可以夺取这神兽秘藏成功机会 也将大得多 试图阻拦青刀圣祖的天龙老祖 却是被金圣祖如此轻易地阻拦住 而那青刀圣祖看到这一幕 他的顿光却是毫不停留 直接冲着那古朴大门的方向冲了过去 挡在他面前的 便是只有这万龙大阵了 上一次在废墟界之中 青刀圣祖在面对这万龙大阵的时候 都是被其硬生生地逼退了出去 不过这一次 却是跟之前截然不同 上一次的青刀圣祖 也是因为不确定这神兽秘藏 是否就在废墟界之中 所以他有所顾忌 没有能够全力出手 但是这一次 神兽密藏 这古朴大门就在面前 青刀圣祖 自然是不需要再有着任何的顾忌 只见他手中一道青光爆发 青刀落入到了青刀圣祖的手中 刹那之间 这青刀圣祖的气息 便是与之前已经是截然不同了 一股强横无边的力量 汇聚在了青刀圣祖的身上 令这青刀圣祖的气息 都是节节攀升 刀破苍穹 哼 青刀圣祖一刀斩出 便是一道足足数百万丈的刀芒 从这青刀之上爆发 狠狠地轰尖而下 轰入到了万龙大阵之中 好 在这万龙大阵之中 一声声的龙银咆哮 其中的所有龙族 都是在这一刻爆发出了近乎全力 以抵挡住这刀芒的斩杀 轰隆隆 两股力量疯狂地交锋着 万龙大阵的力量汇聚在了一起 抵挡着那百万丈刀芒的斩杀 而就在这两股力量僵持之际 却是又一道身影突然现身 同时 随着这一道身影现身的一刻 一股纯粹无边的武艺 涌入到了所有人的意识之中 这一道身影站在那里 仿佛是武道的化身 一尊无比古老的武神 神霄五帝 又有一位强者选择出手了 这神霄五帝一出手 便是爆发全力 显然在刚刚 他也是在汇聚着力量 一直是等待着这一刻 只见神霄五帝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了万龙大阵的旁边 猛然一拳冲着万龙大阵的方向 轰击了过去 任由是谁都可以看得出来 今日万龙之国 是想要将这神兽秘藏 彻底地占为己有 这万龙大阵 便是阻拦在在场 所有人面前的一道障碍 任何一名武者 想要进入到这神兽秘藏之中 都必须要先打破这万龙大阵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其他人也不能够是无动于衷了 毕竟若是让这万龙大阵一直存在 这也就意味着 其他人都根本无法再靠近这古谱大门 更是无法进入到神兽秘藏之中 所以这神兽五帝 选择在这最为关键的时刻出手 却是要配合青刀圣祖 一举打破这万龙大阵 这万龙大阵的力量 对抗青刀圣祖一人 还可以勉强支撑 但是神兽五帝的加入 却是让这战斗突然发生了变化 随着神兽五帝的一拳轰击 在这万龙大阵之上 都是突然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痕 这神兽五帝的出手 直接打爆了这万龙大阵的力量极限 这万龙大阵 纵然是在玄妙 终究也是 没有一位化道之境的龙族主持的阵法 能够对抗一位化道之境的顶尖强者 已经是无比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而现在 面对两位化道之境顶尖强者的联手 这万龙大阵却是只能够被硬生生地击溃 本章完 九玉见地 第四千五百六十章 天龙之主的袭击 作者 邵宇 一眼望过去 现在这万龙大阵之上 已经是布满裂痕 千疮百孔 看起来已经是摇摇欲坠 随时可能被彻底击溃了 该忍不住要动手了 而楚风眠却是一直没有动手 他一直是在观察 这青刀圣族等人的战斗 不过楚风眠的灵石 却是一直看向另一个方向 那就是 这古谱大门的正上方 随着楚风眠逐渐吞噬 这虚空中飘荡的六大先天神兽的力量 他对于这周围的情况 也是看得越来越清晰 这也是令楚风眠 终于是察觉到了一道隐藏的身影 那就是在这古谱大门之上的一尊庞大身影 这是一尊龙族 古老 强大 尊贵 乃是楚风眠所见到过的 一尊最为庞大 最为强大的一尊龙族 虽然无比古老 但是在这一尊龙族的身上 楚风眠却是看不出任何一丝一毫的苍老 反而是感觉到了一种古老深厚的力量 不需要去询问 楚风眠就可以一眼认出 这一尊龙族的身份 这就是天龙之主 楚风眠一直都没有察觉到天龙之主的所在 他还以为天龙之主前去了其他地方 做了其他的布置 有着其他的计划 甚至是楚风眠都有猜测 这天龙之主已经是率先一步 进入到了神兽密藏之中 但是没有想到 这天龙之主 竟然是一直悬在众人的头上 他不过是隐藏了气息 令所有人都无法察觉到 甚至是就连楚风眠这经历了二世为人 远远超越他人的灵时 他都没有能够察觉到这天龙之主的存在 不只是楚风眠 所有人都对于这悬于众人头顶之上的天龙之主 毫无察觉 这种手段简直是强横到了顶点 这天龙之主一直不现身 而是隐藏在众人的头顶之上 他自然不可能是在看热闹 尤其是随着楚风眠 发现了天龙之主的存在 他也是一直在小心地 看着天龙之主 自然是一眼看了出来 这天龙之主 乃是在积蓄这力量 如今这力量 已经是接近到了极限 距离极限 只差一步之遥了 这一股力量 算是楚风眠所见到过的 主宰之下最为强大的力量了 这天龙之主的实力 果然是比起曾经荒谷纪元之时 还要更加强大了 虽然距离始祖天龙还有些差距 但是如今的先帝纪元之中 绝对是最强者之一 而这天龙之主的实力 本就如此强横 他现在更是在一直积蓄着力量 这积蓄的力量 自然是强横到了顶点 令楚风眠 都是心中不由的 产生了一种忌惮 按照楚风眠的猜测 这天龙之主 已经是在力量积蓄到顶点的时候 才会突然出手了 他隐藏身形 令所有人都无法察觉到 因此 这天龙之主 若是等到积蓄力量到极限 便是突然出手 以雷霆之势 有可能一招之下 轰杀了在场所有人 毕竟以天龙之主的实力 若是他的力量积蓄的足够庞大 想要做到这一点 并非不可能 但是青刀圣族等人的攻打 却是似乎打破了天龙之主的计划 看到万龙大阵即将破碎的一刻 天龙之主也是无法再继续继续力量下去 而是直接出手了 天龙之主 自然不可能做事 有人进入神兽密藏之中 一旦是武者进入到神兽密藏之中 便是变数太多了 他一直隐藏在外 也是等待着一个机会 要将所有人一网打尽 如此一来 万龙之国就可以独占着神兽密藏 十足九世 哼 只见天空之上 七到无比庞大的龙爪突然出现 这七到龙爪 仿佛了破空而来 无声无息的 便是出现在了众人的头顶之上 在场的七位舞者的头顶之上 都是出现了一道龙爪 狠狠地轰击而下 楚风眠的头顶上 也不例外 以这天龙之主的强横实力 楚风眠等人的隐藏 在他的眼中 便是被视如无物 这天龙之主一出手 便是以雷霆之势 冲着在场的所有舞者发起了攻击 这每一道龙爪的力量 都是强横到了顶点 比起那青刀圣祖刚刚打出的刀芒 都还要强大得多 尤其是这龙爪的出现 更是无声无息之间 在场的大部分舞者的注意力 都是放在了青刀圣祖 跟万龙大阵的纠缠之下 像是许多舞者 身上其实也拥有着先天神兽之物 只是没有贸然动手 他们也是在等待机会 等待着万龙大阵破碎的一刻 突然出手 冲入到神兽密藏之中 却是没有任何人想到 在他们的头顶上 却是一直悬着一把长剑 而现在这长剑终于落下 龙爪轰杀而下 令许多人都是来不及反应 尤其是那青刀圣祖 金圣祖二人 他们二人本就是 在跟万龙之国的舞者厮杀 对于突然到来的危险 根本是没有察觉 那青刀圣祖本来是一刀 已经是即将打爆这万龙大阵 一道龙爪却是轰然轰击在了他的身上 嗡 青刀圣祖连忙出刀 但是他的刀锋 竟然是无法打破这龙爪的力量 匆忙的一击 又怎么可能是这天龙之主积蓄力量 打出龙爪的对手 哄 短暂的力量碰撞之下 这青刀圣祖的身躯 都是被龙爪所轰击 身上的生命力疯狂的减少 这肉身都是随时有着陨落的风险 另一边在场的其他人 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神霄五帝 金圣祖 也都是被这突然的袭击 一击重伤 而其他还未出手 隐藏在空间中的舞者 也都是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突然遭遇袭击 情况也不算好 那幽聚先帝 更是来不及做任何的反抗 身躯便是被这龙爪当场轰杀 幽聚先帝最为强大的 便是他的一双眼睛 那与生俱来的幽聚神童 凭借这幽聚神童 他才创下了赫赫威名 但是这也就意味着 若是不依靠这幽聚神童 他的力量 几乎是在场七人之中的最弱者 所以 面对这天龙之主龙爪的突然轰击 这幽聚先帝 却是毫无还手之力 被当场轰杀 肉身陨落 本章完 果然是破坏的 自己的头 你能这样 放下 几乎大加 是 可敞的 有什么 还有 猪 你走 有什么 有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